七七老大禁日备,时报周刊,拍摄到与一名长腿正妹交往盛秘,两人不仅先去高档餐厅约会,而后互动亲密地走上车后,转站旅馆续摊,新闻曝光后他大方在IG上任爱表示,那天是去吃饭提前过情人节,本来是要直接回家的,但外甥布莱恩住在我家,我怕吵到他,他现在已经一直在家。 被我骂了,哈哈,直接认了与长腿正妹的恋人关系,此剧也被粉丝认为,超man,读者爆料,只七七老大的女友,正是身材较好的正妹网红,Vivy舒婷,除了是网红,外拍模特儿,Vivy也因为长腿加上傲人尚未登上过节目,国光帮帮忙,成为国光女神,私下他更不吝啬分享自己的好身材,IG上经常贴出性感火辣的照片, 读者爆料两人是在2021年前就认识,发文和动态时常相似,包括出国游玩也都是同一时间,两人在三年前就一起合作拍摄影片。 这也是欧,这什么老公? 我的天啊,Vivy你好啊,你好,请问你的三维是? 32D,23,35 潮流 潮流 实际上,第一个潮流,你是什么星座啊? 狮子 狮子座,在谈感情这上面来讲,是有点老牌 像我就很传统 传统 我就是一见钟情,然后一辈子守护 是这样吗? 你笑什么? 没办法,你要体谅她结了婚,她老婆明天要回来 她必须得这么叫婚 每天都会看这个 不要乱讲,我现在才八岁 不是,你不敢让姐妹见你的男友,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年纪比较大 因为我曾经都讲过,你男朋友为什么年纪这么大 然后我会觉得有点难过 大几岁? 最大曾经有大到48岁 你男朋友怎么那么大?你说什么? 大48岁 那你几岁? 几岁的时候跟他交往? 不是,他刚刚讲48岁的时候,有人燃起了希望 我没有,大48岁 我那时候21 然后大48岁 他不用69 他69 对方48 但是也是蛮大的 他27 27 也很大 伟哥27这条路上走了60几次 没有那么多 教过小年纪的 也27 教过19岁 差不多 很小,高中生的时候 多通不会有代工 蛤? 不是,人家家里你们都OK啦 对啊 人家家里面都OK 以前年代比较久远的时候 小年纪的是OK的吧 就是说,子妇为婚 可是十几岁就已经许配给他 小二十几 蛤?他有这种啊? 童谣席那种都有啦 你误会 你误会 我不是子妇为婚 不是 是明文来的 没有这件事情 好老板 好老板,讲红包 你要请教一下 你为什么喜欢年纪大那么多 比较成熟啦 我不喜欢幼稚的 真的男生 因为他们比较大 比较会照顾女生 对 真的 成熟的好 够成熟 会照顾女生 有钱还活不久 多好 真的 有钱是没有想这样 那请问一下 你就是到现在为止 交了几个男朋友 应该六七个有吧 我想要询问的是 这六七个 是不是每一个都像你说的 没有 加起来五百多岁 什么 总统府自胜吗 太多了吧 就六七个里面 都是大你十几二十岁吗 有 有童年的 也有童年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 有的时候男朋友前男友 结婚或是干嘛 你会参加 那前男朋友有的忌日 你会去参加 我哪有问忌日的 哪有几岁 你还出来抱别人 我撵个箱 你谁啊 不是,那OK 那你有交过比你小的吗 有交过童年龄 但是没有比我小的 小的我真的不行 没有办法 童年的有 童年龄你就觉得太幼稚 是不是 他其实是长得很成熟 但是他最后还是因为他太幼稚 虚为幼稚 那像黄浩萍这种 你觉得黄浩萍他是属于成熟的 还是属于长得老的呢 还是说 他的长相吗 长相 我觉得比较 小孩子的感觉 小孩子 幼稚脸 幼稚脸 可是他是余语文 余语文八角 我高中就有余语文这么多 我就是老起来放了 我觉得高中到现在没什么变 那你可以接受跟你差别年龄很多的 年龄 我觉得女生如果跟我年纪差很多的话 那想法观念都不一样 那是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障碍 那女生在八岁 你都两年没教你还挑 你还挑什么呢 不是啊 而且你在英格力面前 你好一直挑 不是 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可以讲究 但不能将就 你就是必须要能够 对 所以我刚刚问你说 所以你的意思说是你跟英格力话是将就 不是 不要这样害我 要认识 要认识 请问一下你第一个女朋友是几岁 24岁的时候交 24岁才交第一个 你算晚的 那超晚的 研究所 你现在是处男吗 我不是 不要讲这种东西 不要问他一下 请问一下你第一个男朋友是几岁 可是国中的那种算吗 因为 没有任何关系就不算了吧 Q Q 对啊 起码有点 起码接吻 起码接吻 今天跟他讲应该高中吧 高中 17岁 OK 要正常啊 女生啊 如果一个24岁才交第一个男朋友的 女朋友 女朋友 对 你怎么看他 怎么看他 我会觉得他应该是个好男生吧 有病 真的啊 对 好像很好男生 他可能在前面都认真的在 可是他这样24岁 有天怎么画全约下之后 他这样 我不会 不熟练 接下来怎么办 这不是很尴尬 还好啦 前一任有交得不错啦 OK 对 我说你24岁的时候你第一次 对 那一次 对啊 那时候你是 你是姐姐教我是这样吗 没有啊 那 是同年龄的还是姐姐 还是 同年龄的 小一岁啦 小一岁 那几次 没有问到这么细 没有啦 就是正常就一起研究 你会流冷汗 流什么汗 紧张啊 流的不是汗 就是 不要讲这种东西啦 那是累 不要太累 你越来越不文青啦 你自己接的奇怪 好多英格力在看英格力 没有啊 就是反正这种东西 我觉得同年龄 不要差太多 一岁两岁还可以 可是如果差了一个世代那不行 那你理想差几岁是最棒的 差个两三岁吧 我觉得两三岁差不多 我在问你这个时候 请问一下英格力你几岁 做球给你 这就是我24年都单身的原因 真的笨 那年龄的差距让你和男友有危机 什么样的危机啊 最大的危机就是代沟 体力上的代沟 体力上 沟通上 沟通上还有一些话题上的代沟 因为其实一开始都是新鲜感 到最后走入一个时间开始 就是要有很多的话题可以 不是 那你既然知道 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那你怎么还会喜欢年纪大的呢 其实就那一个特别的有代沟 只有一个而已 那个是真的有代沟 那个拉高平均值 像我们这种怎么可能有代沟 像我们这种怎么可能有代沟 这么幼稚 蛤 是 是真的还幼稚 我跟你讲 有幼稚比赛 我去我大概不是前二就是前一 没有问题 是 如果幼稚能选总统的话 没有人能跟你竞争 幼稚国国王 谢谢 欢迎VVV 这位老大呢 他是避孕于医孝 所以呢 他常用这个老大的身份 然后跟大家分享很多 中医的相关的知识跟经验 所以大家很喜欢 然后都浓出很短短10分钟 所以有很高的订阅 哦 48万的订阅 也很不错 你本身是学医的 对 中医系毕业的 所以想要把一些这种 可以救人 你不去做中医 对 你来做YouTuber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就是因为我想说 这样子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那你这个母乳布丁 是怎么样 医学这种东西讲起来会很无聊啊 对啊 一般人会看不下去啊 除非你是空包空空包 自己打扮成精神 好像很好笑 是 不然要用幽默的方式讲出来 所以 专业的东西 用幽默的方式讲出来 例如说我在想 好像母乳这个东西 我们在推广它 其实是很有营养的 很好的 小朋友吃是很好的 是 然后如果这个 小朋友吃不完 爸爸也可以来一点 对 所以我们就把母乳 用这个 幽默的方式 就是用这个 专业的方式 把它做出来一个布丁 然后请路人来吃吃看 真的 口碑是做得不错 对啊 大家是吃了觉得很好吃 又有营养这样 又有营养 那吃完又 才请当事人出来 吃的就是他的母乳 羊毛长在羊身上 有做这个动作吗 这个动作很重要 没有 有啦 就是有跟他们讲一下是谁 因为是请一个我的网红朋友嘛 这粉丝欲望是怎么样 是什么意思 粉丝的欲望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 很多的人会有各种的身体的问题 所以从头到脚 包含你这个 话题不断 白发的问题 包含想要丰胸的问题 包含筋痛的问题 包含脚很臭的问题 什么问题 对 等于说我们要尽力的去满足粉丝 所以你也实验就对了 不是实验 是其实可以直接告诉他们一些解决的方式 OK 解决不了就要实验了 有去也有实测 因为其实YouTuber讲究的是实测 真的测给你看看 有没有办法让胸部变大 是 实测 那所以除了这个医学的问题之外 发现怎么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大家还是不开心 是 所以发现现在的人是心里的问题比较多 所以开始频道就开始转做 失恋怎么办 低潮怎么办 还有一些心情上的问题 我看这个报导里面 好像有一者是 你有体验女生 她们每个月月事来的时候 那种经验那种感觉 所以你到番茄箱在卫生棉上 贴八个钟头 一边体验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又湿又热 很不舒服 感受女生的辛苦 对 相心比心 相心比心 不错 这个也算是不错 对 体香丸 这个真的是 这是一艘日本船吗 还是疫苗 体香丸 以前在中医的古书上面 我以前在练书的时候 图书馆打开了一本尘封已久的书 古书上面写着 因为古代的宫廷非子斗争 想要得到皇帝的宠幸 要把自己弄得香香的 要变成香妃 香妃 对 然后就看到一条上面写说 这个体香丸的秘制法 服用之后 真的 看完之后觉得好像很神奇 是做成一个丸状 丸状的 吃下去 吃十天这样就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 一定要来做做看 OK 然后就去研究了她的一些做法 真的做出来 一颗跟棒球那么大的 整颗要课完 整颗要课完 它是十天份 我就想说来实测十天 我就每天来吃吃看 吃吃吃看 对 然后吃完之后 我是信心满满 对不对 然后请一个朋友来这边实测 来问你 骗她忙事 匹康姐 对 然后跟她讲说这个是 最新的乳液 请她试闻 然后就拿那个沾我的乳头 沾我的腋下 给她闻 做乳液 不闻还好 真的一闻我告诉你 真的 就是 一点 鸟用都没有 所以那没什么用 对 古书上面 好像这个是假的 参考剧好了啦 对啊 他那个搞不好是塞在 对啊 这么大一碗上棒球 不是 塞在分十天 分十天 对啊 乱点鸳鸯棚是什么 点去哪里了 没有 就是 因为当时还蛮多的粉丝 就会好奇我的私生活 那有一个粉丝就是 当作是像柯南这样子 他会去查说 你跟一个 对 完全不认识的 一个网红 他说你们啊 而且对方还是有结婚的 他说你们有一腿 我说 我还一开始还回信他说 怎么了 怎么样 你昨天 我问他是 左腿还是右腿 右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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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乱来闹的 乱来闹的 乱来闹的 事实上你跟他没有一腿 事实上没有 手呢 有一手 有一手 没有啦 就没有了 他硬要栽账 对 他会说你昨天的发文 是5 5点20分发的 刚好 你就是跟他表白 对 他刚好昨天 IG上面的文章 是77个字 就是跟我传情 真的 他好厉害喔 好厉害真的 那这个会不会就是他的老公 或者男朋友 或什么之类 有可能喔 没有耶 结果后来就是对方 那个女生啊 也写信给我说 有没有受到骚扰 同一人 然后最后我们就在 没有啦 最后我们就一起去 综艺师又自己的拔头 没有啦 最后我们又 对 有去警局备案 对 真的真的 因为后来有传太多骚扰的 不打不相似 有时候还变成朋友了 对 跟这个女网红 你现在是朋友 是朋友 因为一起有去警局备案 对 所以你看这个很好玩 对不对 这是我们77老大 谢谢